爹 我想通了 这婚姻大事本就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那这婚事呢 咱就尽早办了吧 最好是明天就办 没生病啊 怎么能说胡话骗你爹呢 再怎么说 你爹我也是个读书人 不说是心思缜密 那也是目光如矩 就你这点小伎俩 在我这儿 那是不管用的 你之所以会同意这门婚事 那一定是因为 爹我也是 因为你饿得受不了了 对不对 爹就知道断粮这招管用 当年 当年你娘就是用这招逼出我的私房钱的 爹您说得没错 您 爹您当年没考上进士 绝对是考官没演过 哎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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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